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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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假首他人 那些失踪的妖 都是已经修炼了百年 早就凝结出 纯渊妖蛋的妖族高手 烈食他们的妖单 能够快速提高妖力 强固肉身 这哥哥 是在给时机无色猎户 那怎么办啊 总不能由着他们害妖吧 我试探过哥哥的修为 一般的妖族 只怕不是他的对手 通知妖猛 暗中派人 护下那些弱小的妖族 还有通知那些 已经炼成纯元妖丹的妖族 近期若无需要 就不要外出了 尤其不要单独行动 黄妖见过屠山当家 黄老先生不必客气 关于黄丰岭内妖族失踪一事 请告知详细时末 不久之前 陵内开始有人失踪 到今日 已有五名弟子不知下落 这最后一个 更是族内第一高手 连第一高手都失踪了 没错 这段时日里 老夫一直谨慎难安 还请大当家出手相助 帮我找回陵内弟子 敢问这些失踪的弟子 是否有共同的敌人 老夫一直以宽人之心教化弟子 岭内弟子也十分争气 苏日照付乡民 从未与他人结仇啊 那他们之间可有什么共通之处 共通 我想起来了 这几名弟子 都是百岁之前结成妖丹 这妖丹至纯 修为深厚 一般修炼之人或妖族 绝不可能伤得了他们 老先生 可有携带失踪弟子的随身之物 此乃最后一名失踪弟子的法器 京风扇 他失踪当日 与他屋外似的 还请大当家 务必助我 找回失踪弟子 事成之后 老夫辟邪黄丰领上下 迁于妖族 一同加入妖萌 一开始 古情术被暗黑之力侵蚀 我不知道 臭小子是东方家的人 我也不知道 臭小子假装逃跑 配合姐姐对付金人粪 我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我亲手救回来的白狐 竟然是实际的内奸 我专二当家 当得也太失败了 莱雅 你刚刚说的这些 其实都不怪你 你姐姐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自然是有她的安排和考量的 那哥哥呢 哥哥可是我亲手救回屠山的 仔细想想 可能结缘盛会之时 他就已经和实际里应外合 对付屠山了 还害了布太公主 莱雅 我问你 善良是你的错吗 就算是你不去救过过 实际还是会采用其他的方式 往屠杀安插间隙的 话虽如此 可我还是有过 那我便陪你一起 将功补过 拿来吧 拿来什么呀 礼物呀 那奇巧节 你肯定给我准备了礼物啊 那拿来吧 这都被你知道了 我原本想着明日过节的时候再送给你 竟然这么迫不及谈 这什么 怎么样 这么丑 这么丑 不是 毕竟是第一次做 水平确实差了点 要不就将去将就吧 还有呢 还有 你别磨磨蹭蹭的啦 你一定拿出来吧 你总不可能就准备了这么个丑东西吧 什么嘛 连月初那臭小子都知道给姐姐又是准备灯 又是准备花瓣雨的 你好歹也是个妖族吧 就准备这么个丑玩意儿 不是 我知道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哪里一暗都化 就可以涌出美酒啦 不是 是这里吗 雅雅 嗯 不是 雅雅 雅雅 所以 她就是个普通的丑玩意儿 她不是什么神器 虧我还和容容说 你比月初聪明很多呢 结果呢 你就准备这个东西 哎呀呀呀 雅雅 莫非你 我错了啊 别生气 下次 下次我一定 我不要下次 我现在就要 天亮之前不坐我回来 你也就别回来了 现在 立刻 马上 连个礼物都不会送 击死老娘了 不如挂到窗盘吧 哎 不如挂到窗盘吧 哎 妖仙姐姐 哎 对了 你手上拿的这个是 哦 我思虑一番之后 觉得阿莱说的不无道理 若你真喜欢这种用心的东西呢 所以就亲手做了一个 嘿 就是这样子也有点儿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看看 确实不好看 但是我喜欢 变身了 早点休息吧 哦 好 妖仙姐姐 你也早点休息 我挂好便走 我 啊 是你 姚村在哪里 姚村在哪里 姚村 姚村 姚村替我报仇 姚村 姚村 你想要什么 我要洞山皇后 阿东方月虫 永远生活在地狱当中 可以啊 拿你的命来换 怎么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心灭 看来你对你现在的自己 还挺满意 不错 不错 等到这时候了 我知道剑面还有什么用 姚村 本庄主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的元旦 就是为了让你替我承受腰胆烦饰 我让你替我承受腰胆反射 我远处毁了屠杀 恭喜药子 得到了这颗经过赤脸妖丹强化过的缘胆 修为更胜从前 屠杀红红做梦也想不到 上次不仅我们能够成功逃脱 还修复了我的妖丹 约初 你大早找我们来干什么呀 就是 还缺带那般急切 怎么了 你要出门 我要离开屠杉了 离开屠杉 你要去哪儿 是大当家又给你布置了什么新的任务吗 难不成 你是要回神火山庄当庄主 那是为何 屠杉虽说是妖族 但这里好歹是你的安身之处 而且还有我们这些好朋友 是啊 你舍得我们瞒你 正是因为舍不得 所以才将你们俩叫来 虽说图山一向是由女狐牵线搭球 但这缘分难得 我这朋友啊实在不愿你们俩就这么错过了 九霜 喜欢的他相好也喜欢你 多少人求不来 要珍惜啊 谁 谁说不珍惜了 九霜 月初 你以后若是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 或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既得回屠杉 这里永远都有你一个家 走了 请色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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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need 我 承讓了 是妖術 看見了 是 是妖術 這不是神祖的招式 你竟修煉妖術 有何不可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戰不淡 我萬一在野外遇上惡妖了 怎麼辦啊 那得提前熟悉他們的招數才行 口氣倒不行 你想借博人眼球 混入儀器盟 你這樣的人 我見得多了 你這話對 也不對 博眼球是對的 混就不對了 我誠心誠意參賽 只為改變儀器盟 狂妄自大 若你能接我十招 我倒是可以考慮考慮 是否納你入盟 十招 夠嗎 要不我讓你一百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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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几时学飞扬 将这一生都埋葬 若我会望你站在 小庄初夏 多少梦 你好狠哪 紧急出情宠来对付我 你 此物 无论是熬药 还是主舟 样样精通 有了此物 你之后啊 就不必去屠山蹭饭了 这 拿着吧 一片心意 那就多谢了 能交到 月初这样潇洒随性的朋友 东方路 这是荣幸之志 我这个朋友好吧 不仅不仅我和你交朋友 我还要让全屠山的妖都和你做朋友 从今往后我要死死缠住你 时时刻刻霸占着你 让你再无暇纠缠红后 怎么样 我推荐的画本不错吧 那女妖自修术法 打败仇人老祖后呢 这你都不知道 东方先生 你替我出出主意 你看这山的墨色 我是该浓一些还是该淡一些 这世间的画本啊 万变不离其宗 九双姑娘 我们今日编到此 这学习经文不在一时 这报完了仇之后呢 便是什么儿女情长了 我为你讲授的 已经够你揣摩研读半年以上 伯利姑娘 抱歉 我一向不懂书话 不懂 不懂也没事 你就从旁观者的角度谈谈就行 他的师父啊 就跟另一个人在一块 我得直接上手话一想 东方先生 我还是不太懂 什么叫精文在心不在之 这一句 我们已经重复讲过 不下三遍了 东方龙 南科一梦 似昨日 梦醒世上 一千年 想不到 我这虚与小气之间 竟已过了几百年 红红 你我都长大了 看管好那两只狐狸 是 你以为 我还会再上你的当呢 我法力低下 没法直接救下你们 所以 才不得不配合我师兄 获取他的信任 我相信 我相信 何佣 定佣 何佣相处的 一天 我还是要救我 她是 我必须得不可 我 又得不可 我 我 我 帅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